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大家是否知道 赵米的营养价值比金白米高 与全麦相比 赵米的蛋白质含量虽然不多 但是蛋白质质量非常好 主要是米金蛋白 氨基酸的组成比较完全 人体容易消化吸收 但赖氨酸含量较少 含有较多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短时间内可以为人体提供大量的热量 赵米是天然的食疗养生保健珍品 不晓得大家喜欢吃赵米吗? 而且我们将赵米煮成赵米茶 还可以为身体起到各种疗效 如增强消化系统的吸收功能 将低血脂和胆固存 预防高血压等等 常喝的赵米茶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今天小编就来教大家制作赵米茶 跟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需要用到大约150-200克的赵米 接下来我们将赵米倒入锅中 以小火将赵米干炒 干炒至赵米变成黄褐色 接下来我们将它放入一个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在锅中倒入1500毫升的清水 开大火将它煮沸 水煮沸后我们将它转小火 加入赵米 以小火将它熬煮大约20分钟 常喝赵米茶可以起到什么好处呢 赵米茶有清血作用以及分解胆固存 能让血液在血管里流通更加顺畅 可以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 血液如果畅通 供给身体的养分和氧气 充足自然全身各个器官就会健康了 典疫能力也会增强 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此外 赵米茶还可以促进小便畅通 具有利尿的作用 还可以改善便秘 因为赵米含有丰富的天然植物纤维 有助于排出肠内宿便 预防大肠癌 直肠癌 以及解肠癌 熬煮20分钟后 我们即可关火 接下来将赵米茶过滤 就这样我们的赵米茶就完成了 将它盛入一个杯子当中 我们即可趁温热的时候饮用 赵米茶对肥胖和肠胃功能障碍的患者 有非常好的疗效 此外 常喝赵米茶对糖尿病患者也非常有益 日本研究证明赵米的血糖指数比白米低得多 在吃同样数量时具有更好的饱腹感 有利于控制食量 从而帮助肥胖者减肥 那么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喝赵米茶更加有益呢 小编建议大家在下午1至5时饮用赵米茶 因为此时喝赵米茶可以帮助小肠吸收 并排除多余的水分及废物 帮助膀胱产生脏力以及利尿 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在早晨时空腹饮用赵米茶 赵米对我们的身体可以起到非常好的疗效 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多吃赵米多喝赵米茶 让你身体更加健康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学会了制作赵米茶的方法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